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睇五間總結 港股根材隔晚ADR跌勢 第2月85點後 早段再受豪島股及內房股拖累 跌幅擴大至超過8點 恆指中午收報24458點 跌了126點 澳門博彩行業的員工遊行要求改善待遇的消息 繼續困擾豪島股 加上昨晚美股博彩股急措 豪島股全線下跌 金沙跌超過6% 銀魚、永利、美高梅跌超過5% 澳博跌超過2% 而新豪博雅今日會公佈業績 股價值前亦跌超過3% 近日內地多個地方出現業主無能力還款 而欺防斷工的情況 賣房股今日偏遠 中海外跌1% 華潤之地跌0.8% 另外六成中國 中海混陽跌超過2% 世貿房地產、負力地產跌超過0.5% 市場繼續炒作個別圈商股 其中華富國際再升1.6% 創超過6年新高 破頂高見6.07 新華匯富升4% 中午收報2.29% 早市一度破頂高見2.4.6% 至於順達國際就升超過1% 市場憂慮 烏克蘭危機惡化 避險意識推動國際金價上揚 金礦股今日全線上升 寧寶黃金升8.8% 照金、紫金、中國黃金、Spider金ETF 升1%至5% 借段股方面 聯通今日公布業績 但股價延續昨日跌小 中午收市跌超過3% 宅達中期 稅前盈利按年下跌兩成 股價積後跌0.4% 第一上海發刑警 預料中期順利倒退 股價跌超過7% 中午收報1.82% 而線市就折讓18%配股 股價復排後 曾經急性超過4成 高見2.36% 中午收報2.25% 升了37% 成九匯約股份方面 港交所在日公布的中期業績性預期 今日多間大行聯手唱好 勝負再破頂高見178.9% 中午收市升超過2% 補178.7% 收市後有3分鐘視頻再見